我觉得我好格格不入 我是不是不是这世界的人啊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爱波外出中 成语身心灵平衡 今天爱波要来与大家聊聊一个主题是 你是否从小到大有觉得自己很怪的经验 总是无法融入周边社会环境呢 其实 平素的自己个性的当中 会想要尽可能跟他人都一模一样 因为这样才不会有一种格格不入 被排斥在外的感觉 那我今天要来介绍一本书 他是女人迷的创办人张伟轩所撰写的 亲爱的别害怕与众不同 其实那时候我也很幸运 在女人迷有一个长期作者的身份 有一个小小的专栏写过十篇的文章 那么我今天就要来介绍一下 我看完这本新书之后的感想 总共有四点 第一呢是不论男女 我们经常都有冒牌症症候群 以及内在霸凌的情形 冒牌症症候群就是 我们经常在别人的夸赞跟肯定之后 我们常常说哦不会不会不会啦 就说不不不是不是不是 我不是那个样子 他说的是我吗 我是觉得心里像一个冒牌货一样 承担不起别人对我们的肯定与价值 那么内在霸凌呢 就是明明自己 其实在一些地方已经做的算是完美了 但是会有一些贬损自己的声音 就是俗村叫做小我的一个心智 会一直打击自己 告诉自己说 哦人家说我漂亮 那不是真的啦 你怎么可能会这么漂亮 而在工作的方面很专业很优秀 我就会觉得没有啦 其实你根本就不够好啊 你怎么会这样想 所以冒牌症症候群 以及内在霸凌的这个部分 是不管性别 无论男女 我们经常都会因为受到小我这个心智的干扰 而常常产生的声音 我很辣 我很笨 我什么都不行 作者他在里面就讲到 他在组织自己的企业里呢 常常会带领一个活动 那就是请他们的员工上台 然后大声地讲出自己的名字 介绍自己是谁 那么大家在讲出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其实都会有一种 哦很焦虑 不然就是讲话越来越小声 很羞难 好像做错一件什么事的感觉 而我自己有练习看看说 哦我是陈宁 我也觉得自己好像 不一定讲的可以非常自信 书中里面就称为是一种 与自己的名字失联的情形 你们可以练习看看自己可以大声 讲出自己的名字吗 三 二 一 好 作者在里面有提到一句 有用的话就是 用自己的声音 说自己相信的事 我经常之前在去演讲的时候 会先参考一下 网路上各个演讲者他们的讲法 他们传达阐述一些观念跟理念的技巧 很棒的一些TED讲者 或者是企业家 他们在阐述自己的事情 只能都充满着一股热情 他完全就是符合这句话 用自己的声音 说自己所相信的事 当我们与自己的名字失联 与自己的价值感 还有有一种冒牌战争后群的情形出现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想想看这句话 并且将自己内在的想要表达的事情 好好的向这个世界做阐述 第二呢是格格不入 仅仅是你对生命渴望的表达不同而已 所以要敢于与众不同 作者呢从小他在求学时候就面对到同班同学的霸凌 然后一直到30岁的面临了社会上的一些声音 很近的亲朋好友的一些类似恐吓的 你应该要怎么样 你应该要结婚 你应该要完成自己的事业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一直面对到他26岁终于创办了女人迷 很辛苦的去经历他事业的一个上升期 去阐述女性主义 女权的重要 甚至是女生要如何找到自己的力量的这一整个过程里面 都是辛苦的 所以他从小到大就知道他自己要的东西跟他人不同 他想要去发出的声音 做的事就是与他人不同 但是其实怪也就是一种特色的展现 你跟大家有一些相意的各种程度的差别 就等于是宇宙他赋予了你这个个性能力 还有这一个仅仅是只有你可能可以去走的管道 去成为一个leader 去站上更高的舞台 所以在这样子走路的一个过程中一定是辛苦的 但是其实只要just follow your heart 是跟随着你的心 那个心真的会像一盏名单 一直指引你走向更往前更往前的路 有点像是就是在一大堆的杂讯垃圾里面 你要把那个小小的微微的声音挑出来一样 挑出来之后聆听他执行他 即便你没有办法在这条路上看到多远的一个道图的话 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这一盏明灯永远在你的前方 限制就是礼物 第三是打造仪式感 为自己的生活创造专属的节奏与样貌 艾伯首先先念一段书里的文字 大家想必就会更了解这一个意思是什么 经典电影《地凡内早餐》中 让人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女主角奥黛利赫本 带着一杯咖啡及可颂到Tiffany橱窗前的画面 期待和自己的美好早餐 便是仪式感 对他而言 早餐不只是狼吞虎宴的过程 而是借由过程带自己到渴望的地方 带着这般敬畏与期盼 无论面对何种生活的转折 今天的他都能坚持下去了 所以作者呢有建议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创造很多有趣的实验 或者是最小可行的计划 比如说他命名一个时间为魔幻时间 那么就是或许是在十分钟之内整理一个柜子 当他在觉得自己很绝望 好像什么都办不到 什么都不会的时候 去整理一个柜子 只要他可以把这个柜子好好整理好 他就可以重新拾起希望 感觉到说 我还是可以办到很多事的 透过这一点小小的前进与实验 比如还有说一日三餐啊 跟自己的男朋友啊 或心爱的朋友一起做一顿饭 或者是今天挑战不同的洋装风格 一日感恩计划 在睡前看一本书 这些都是一些生活实验 比如说爱波先前不是有挑战 21天早起 大家其实也可以浓缩成说 一周七天的早起 然后或许是定在六点 只要你可以在短时间内 而为自己达到了一个生活的小实验 无论是失败还是成功 其实都创造了一个更美好的脑袋回路 更好的实验精神之后的正面效果 实验结束之后呢 最好也给自己一个奖赏机制 就像是地法内早餐那顿文字之中 你可以选择 我完成了这个计划之后 就帮自己泡一杯好喝的茶 搭配好吃的小泡芙 小泡芙在超商就可以买得到啦 或者任何的软糖之类的 甚至是只要完成了一两件小的事情 你都就到阳台的窗边 给自己十分钟 给自己十五分钟去吹吹凉风 去感受一下今天的愉悦 今天就是最好的一天 我们要过着全容式的生活 每一天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都是融入在我们 这个生命里面的最好的搭配 所以活在当下 将自己的专注力投注在 现在就正在吃的东西 正在互动的人 正在促进的一个生活的project里面 一个工作的计划之中 我们就可以把这件事做到好 第四呢 就是把个人当做企业来经营 因为你自己就是生命最高的负责人 生命的总和就是你拿时间来做什么 就像一个企业的里面 如果我们正在生产一个推广的产品 或这样的服务 我们就会召集更多的员工 有向心力 有策略的去朝共同的目标来进 企业里面会制定的终极目标 以及使命宣言呢 我们同样也可以 把它运用在自己的生活之中 爱波看完这一本书 这个page之后 我就也来回想说 我自己的使命宣言究竟会是什么呢 那么我就有想到 第一呢就是爱人与在被爱的过程中学习 第二呢就是打造疗愈事业 那么这两个使命宣言 我很经过了一番思考 很高的把它设置在我这个个人企业的顶端之后 我就很知道我的生命中 无论如何 无论顺利 我都要去越往这两个目标迈进 我就会越感到充盈 更多的愉悦还有满足 所以我觉得相信自己的终极目标 旧极目标已经制定的相当清楚之后 那么你就可以以一个更全观 生命的负责人的角度 企业的老板的角度 去运营你的生命 去做很多充满复杂 但是其实却很简单的选择 最后呢爱波外出中当然有特殊的福利啦 我们这一次会抽出一个幸运儿 来获得亲爱的别害怕与众不同这本新书 只要依循着抽奖规则来参加抽奖 就有机会把它带走哦 爱波可以说这是一本非常有力量的书 适合男生也适合女生来看 去挣脱及打碎自己限制性的信念 如创业家一样的开创自己全新的新局 也希望大家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因为开启小铃铛才会让我的讯息 不会错怪在你的眼前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